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终于回到自己家里 昨天没有直播 因为昨天从北京飞昆明 那时候还在飞机上的 今天是2月24号 也是我们开发的第87天 今天由于游戏 他要准备新的活动 他就要维护 维护到7点钟 但是现在已经7点钟了 他这个又是和之前一样 就是只有 又是时延了 现在这个号电已经开到8300区了 8888感觉也快了 图总咱俩去缅甸挣W 这W不好挣 缅甸确实有一些人 对吧 能够挣W的 那挣W是建立在诈骗 和迫害别人的份上 这种事情 这种钱不赚也罢 对吧 赚了以后 国内其实就可以 和那边的警察合作 就是国内警察 是怎么样和人家合作的 就是人家先去节目债 或者说先去缅甸 这样的国家 对吧 有电信诈骗 有这种 把人强制关起来 让你家人打钱 这种是非法的赌场 他这种赌场 本来有些合法的 在缅甸赌场是合法的 但是有些赌场 他是非法的 就是那些 他让你套路你 然后你进来之后 我说我免费 借钱给你去赌 然后你听了以后 你就觉得 哇塞免费借钱 好 那不借不借 对吧 因为为什么呢 就像是你要玩这个游戏 你要玩这个折扣一样 你这个游戏 原本没有折扣的 对吧 你在唐门服 在什么海神服 没有折扣 现在你来后天 相当于是说 30块钱 抵得100块钱使用 人家那个也是会编一个 类似的谎言 告诉你 说我们这个赌场 它特别的需要人流量 但我们就想了很多办法 只要你拿20万进来 那我愿意配资给你 再配70万 你就有90万可以进去赌了 相当于是给你打了一个折扣 就像是玩后天服 有折扣一样 对吧 所以我这个钱 为什么愿意免费建立 我是这样愿意免费建立 我现在已经和你说清楚了 对吧 然后现在你听了以后 你觉得说的很对 那毕竟我也投了20万 反正大不了输光了 输光了我也开心 然后我就去了赌场 逼着人带去赌场 然后那个人 他就直接 不是说借我70万的现金 他是直接去找赌场 拿70万的砝码 加上我那20万的砝码 一共是给了我90万的砝码 这么宣传之后好吗 不是 只是举一个类似的道理 他们是怎么套路人的 就是90万的砝码给你 然后你很快把这个输完了 对吧 他那个里面会有坑的 就是正经的赌场 他有可能赚 也有可能赔 但是那样的赌场 进去赌的时候 他周围那些人 那圈的人会盯着你 会故意干扰你 会有各种各样的套路 为了就是不可能 让你赢钱拿着走 像是在咱们的澳门 对吧 是可以赢了钱拿着走的 甚至你赢个一两亿 也是没问题的 他们是欢迎你赢钱的 因为赢了钱 因为他们总的来说 他们数学算的很好 总的来说 他一定是赚钱的 对吧 就像是印钞机一样 何鸿生就这样说的 开赌场就是印钞机 但是呢 如果说你赚了 那也没关系 那个是给他一个赌场 最好的宣传 他公平公正 所以有人赚 有人赔 既然有人赚了 所以才会有人 想进来投钱玩 对吧 如果全都是有各种套路的 反而这样的赌场 做不长久 没有这口碑 做不下去 一般这个赌场 在国内的 在澳门的赌场 就是我一个大佬 我在这边玩的很爽 我去把我朋友 叫过来一起玩 对我朋友也有钱 对吧 有钱人叫着有钱人 一起来玩 如果你这个氛围弄坏了 如果你 他就是搞一些 可以的套路 比如说出老千 或者说叫人 就盯着你干扰你 那样的话 你不会叫你朋友来 你也玩的不尽兴 但是呢 在缅甸这样的地方 他们就是设置 这样的套路 为了让你赶快的收完 之后把你关起来 关起来之后 找你要家里 找你向家里人要赎金 这时候 他会去说 那我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你们不是说 这个钱是免费给我的吗 我这20万 已经投进去了 对吧 你们至少也吃了我20万了 你们还不满意吗 这个时候 他们会怎么说 这时候他们说 你听说过 哪里说 有人借了你钱 说是免费借了 你听说过吗 这个世界上 走必天下 也没有这个道理 对不对 他还会说 我借你的这个钱 其实就是口头上的 对吧 无凭无据 但是如果按照缅甸的法律 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法律 我这笔转账 对吧 我这筹码给了你的 这个是有证据的 所以 你这个钱必须得要还 他就是通过这样的圈套 这样各种各样的圈套 一层签到一层 最后就把你关起来了 这个是关起来 其实肯定是违法的 但是他们不怕 他们 那边也没什么人管他们 对吧 然后你也报不了警 你家人也不在那边 然后他就打电话 叫家里的人 拿钱 这个钱是可以谈的 比如说是90 借了 刚才是20万 他自己有20万 借了70万对吧 那应该找家里人要70万 但是呢 这个东西是 可以去谈的 有的人 就说 如果你家里不打钱 那怎么办 家里如果不打钱的话 那就微信 视频 对吧 看着你儿子在这被揍 那个被揍是 真的不是装出来的 他们最后就是 用微信 视频的方式 让你看到被打了 然后你家里人拿钱 然后有 有一个人 他是家里拿了钱之后 在国内帮了警 那警方去查了以后 因为他们收款 在国内的收款 是需要用一些国内账户 之后呢 收了以后再拿去国外 然后就分了 洗了 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警察就查到 有好几百个 有200多个受害人 这样的话就觉得 很有必要 去干克一波 然后呢 他们就先去派了警察 去缅甸 去缅甸没有这个执法权 但是先去摸摸底 这个是 到底是在一个 什么样的场所里面 有多少人把着关 有哪些人是嫌疑人 对吧 然后再根据背后的 这个大数据去查一查 哪些账户 是这个 最终收到钱的账户 相应的人是哪些 知道他们的头子是谁 大概调言清楚了 然后呢 他们才去和这个 缅甸 或者说和柬埔寨的 这个警方 去沟通 说是邪通抓捕 是这么回事 好 下面 第二个话题 乌克兰和俄罗斯干钱了 一会儿一个新闻 看的是贼爽 最新的新闻是 这个乌克兰向 俄罗斯宣布断交 单方面断交 我不承认你 俄罗斯是一个主持人国家了 是这么回事 但是呢 这个东西就看得很可爱 你知道吗 就是如果你足够弱爪的话 你说出来 别人都觉得你说这个 出之可怜的 你要是再不宣布断交 那你这个首都都要被占了 可以了是吧 维护好了 好 我们进来看一看 老哥今天说 这个如果12点一过 有活动的话 比如说有换五魂的活动 或者有周年庆的活动 只要是一个活动 你看还是在维护中的 你们怎么乱说呀 真的是 只要有活动 老哥说充10万 我说充10万不太好 因为充10万给的东西 就给个座机 其他也不怎么样 自制座机 我背包里还有一个没有用的 所以我跟他说 直接充16万 就比较好 16万的话 他会给三个超级斗罗的混合 超级斗罗是 一星期才有一个 对吧 我们就可以节省20天的时间 早点弄第二个四阶真身 是这样子 刚刚显示可以了 现在又不行了 这样子 今晚周年庆 不周年庆 当然我们看吧 如果各位有心的话 12点过来好吧 本来妄图每天12点钟睡的 但是今天12点 我们上来看一看 如果没有活动的话就算了 有活动 我们充16万 然后再说到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 各位可能不太清楚 就是从1月份的时候 他们两边就剑拔奴章 当时就有相关的新闻 一个不爽一个 乌克兰那边说 这个俄国怎么怎么他了 但是俄罗斯又说 这个乌克兰是主动出击 打那两个 现在已经独立的共和国 是乌克兰 是打了这两家 本来之前这两家 是在乌克兰 是属于一个自治州 他们自己管自己 但是乌克兰 打了这两个州 所以俄罗斯就是 要宣布他们俩 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然后要做回去 是这么回事 但是谁打谁不重要 我给大家挑了一个 更大的格局上面去看 就是在对于我们来说 我就问一个问题 你们先说 我就问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对于 南国家来说 咱们能从这里面 受益多少 能受益的多还是少 还是说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对吧 比较坏的影响 有些人说 他们能不能 不要在中国市场 这个交易的时间段 来打架 打完之后 感觉A股跌的 哗哗哗哗的 就感觉他们打仗的钱 不是别人出 是A股出的 他们是这样说的 有些人说不受益 对吧 但我认为 好处是大大的 有人说 给台湾看的 什么叫做弟弟 我看到有个图片 对吧 一个人在抱打一只狗 然后那个墙角 这边的墙角 有一只小狗 看着 伸着个头 色色发抖的 看着那边 然后那个狗 下面写着两个字 台湾 喜欢台湾看着 俄罗斯打乌克兰 对吧 然后就色色发抖 整体观是什么 整体观是这样子的 在2000年前 谁都不认为 包括我们自己人 也不认为 我们有朝一日 能成为这个 和美国抗衡的对手 因为有很多很多陷阱 你可能一开始增长很快 但是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 进入这个WTO 我们增长还是很慢的 即便进了WTO 他为什么敢放我们进 他们就觉得 利用我们这边 这个廉价的劳动力 最终高级的产业 比如说像是 现在的一些 微软 Facebook Apple 这些企业 你把他们截取 特别是 Apple这样的企业 截取了手机制造业 90%的利润 现在好多企业还是亏的 一个情况就是 他们这个高端的制造业 还有这个金融 金融手段很高超 他们直接 就掠夺了最上层的财富 最上层的财富是最多的 他们觉得 即便是中国发展起来 他们的这个 也可以继续收割中国 没有问题 所以他们当时 没有把中国当做家乡敌 到了中国 加入WTO以后 中国发展很快 这个时候 美国逐渐开始重视中国 但是又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吧 就是911事件 2001年911事件 让美国的 这个目光 都转向了 针对于恐怖分子的打击当中 他们就 没有说是太去管这个中国 对吧 还是说 要合作共赢的一个角度 说 联合其他国家 一起去 揍死这些恐怖分子 他们是这样子去想的 林八年奥运会 俄罗斯打格鲁基亚 对吧 当时是 奥运会办着的时候 人家开始打的 这次 人家俄罗斯 为什么没有意愿去打 就是给北京面子 对吧 冬奥会过了两天 然后才开始动手的 这里 今晚中年庆定了 看中时 或者 晚12点熬饱了 既然 这个是 孟天阳老板 孟老板说 今天晚中年庆定了 咱们今天晚上12点去搞 好吧 然后 主要是之前 谈情说爱的节目 没有料了 等我再去谈个 几段感情 多找几个男生 多找几个女生 谈一谈 不好意思 说了什么东西 等大家忽略就好 得要多谈一谈 才有这个经历 不然我都没有东西 和大家说了 说来说出去 都是那几个姑娘 都没有意思了 和谈谈打不起来 我这样说 我说一些我的看法 刚才还没有说完 这恐怖分子 最后消停了之后 那美国那时候 从001年到08年 中国增长很快的 那时候已经引起了 美国的一些人的注意 但是包括 我们国内的很多公知 他们仍然认为 咱们中国不在行 他们也就是 很多人 那时候还是去 加入这个美国籍 新加坡籍 加拿大籍 对吧 然后孩子都是送去那边 都是觉得 这个中国 可能以后也就那样 是中不溜秋 中上的一个国家 但是不可能说 和美国抗衡的 然后美国那时候 有一些人 会注意到中国 觉得按照这样的 发展趋势来看 对吧 中国有状态 会超过美国 可能2030 2040 2050 会超过 当时 因为还很早 预测的时候 不太准 当时会有些人 这样想 但是08年 又有经济危机 孟老板来了 是的 今天就先听 小图 在这给你讲讲 这些唠唠嗑 对吧 你们有什么 想问的 想说的 也可以说 08年 进危机之后 大家都专注于 提升经济 当时的话 也不好说是 怎么样去针对中国 他们通过经济的方式 能够打击到 其他国家的方式 就是让外资回流 对吧 类似于现在 但是当时 没有说 俄罗斯或者中国 想去打谁 也没有这样的战事 他们做的 就是提高国债利率 把国债利率提高了 那钱都想着 去美国 吃他安安稳的 国债的利息 那钱都回到 他美国的腰包里了 就是他去收割全世界 缓解自己的金融危机 是这么一回事 他就是当时 着力于解决自己的经济危机 就是奥巴马时期 那时候和中国 也有交好 为什么呢 其中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你们可能不知道 就是中国的 低价的东西 帮助他们控制了 CPI的增长 这句话翻译成 人话怎么说 就中国的东西太便宜了 卖给他们 他们觉得真好 那这个物价就没有涨 他们就觉得 哪怕工资涨得很慢 但是物价 没有涨 反而跌了 有很多东西 它是越来越便宜了 因为有中国的存在 那时候 因为交易越来越多 就在危机的时候 人们更愿意 买一些便宜的东西 反而他对中国的 依赖更大了 那时候奥巴马 对中国也是一副 不能说是好吧 就是比较温和的 一个态度 亚投行算了 亚投行我真不了解 对吧 我只知道 他出了一个新闻 说就是那个 临终人里面的 那个纪录片 说那个亚投行里面 放了好几十亿的钱 给一个企业 然后那个管理员 吃了回扣之后 那个企业拿了这个钱 然后最后那个钱 就搞没了 对吧 最后那个企业就破产了 然后那钱也要回来了 然后就把 当时的这个行长 给抓起来了 现在那个东西 大家都可以去搜的 这个就叫做林荣忍 是央视派的这个纪录片 反腐的 非常值得一看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亚投行还不要讲 我们再讲 经济危机之后 又到了16年 川普上来 对吧 川普的话 他想法很多 但是他想法 最特别的一点 就是他不打仗了 他的前任 所有的前任都要打仗 都是因为他国内 这个军工复合体 不断的鼓舞他 鼓励他本身 这个各种的政客 说客 说客去说服那些政客 让他们支持 开启新一轮的 这个攻击和战争 所以川普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就说他不打仗了 他就是要把所有钱 能选的能赚的 我都要多省一些 然后多从别人那 多抠一些过来 他是这么一个思路 但这样一个思路 对于中国来说 并没有多大的抑制 虽然他退了很多群 但是反而 感觉是美国的 攻击力下降了 对吧 他在世界的影响力下降了 中国反而因此受益 但是到了现在 还有什么东西 可以吸引美帝国主义的 这个注意力呢 对吧 我们需要和平发展 因为和平发展 是我们超越 其他的 其他国家 屹立于民族之灵的根本 如果我们现在 转于一场战争 我们一定会受到 非常严重的影响 这个时候 俄罗斯大兄弟 挺身而出 这个也不能 只说 这个俄罗斯老兄弟 这特别好 也怪美国 在背后穿躲 美国想要在台湾 想要在南海搞事情 但是他搞不起来 对吧 中国政府 其实他很忍让 很忍让 就是没有说是 我就怎么不尿你 人家飞机都在南海 试试了 对吧 我也没说 我要赶紧去 给你把这个飞机 打捞起来 对吧 那个是F35 特别先进的飞机 我也不是说 你掉了就掉了 反正我也 我知道这事 但是你赶紧 自己把这个飞机 打捞走 我也不怎么尿你 对吧 反正我们 就是尽可能 不有点事 来了事的话 也尽可能 大说话小 小说话聊 这样子的话 他没有办法 在中国这边 激起一个 很大的一个矛头 那么 这样的话 就是他需要一场战争 他为什么 就乌克兰本身 也不可能说 我主动去惹 这个俄罗斯 俄罗斯本身 也不是说 我要转加自己的 内部经济矛盾 内部经济危机 或者转移内部矛盾 所以我要去打一场仗 乌克兰打俄罗斯 一场仗 归根结底 是美国人 他处于两个目的 第一 吸引全球资本 回流到美国 对吧 你这个其他地方 我美国在的远 对吧 你这个欧洲的 欧洲的这个 还有俄罗斯的 还有中国的 这些资本 特别是包括 这些中东的 这些土豪 你们想要避险 赶紧来我美国 这样能够收割第一波 第二波就是说 我有了这么一个契机以后 我可能就是 可以搞一些新的名堂 比如说我向国会 国会要一些法案 要一些这个预算出来 就是我可以再去搞些事情 那些搞一些事情 其实就是说 我再要一些钱过来 然后我自己就能够 让我的军工复合体 赚些钱 是这么一个角度 但最重要的 还是我转移国内的矛盾 对吧 一个是资金回流 一个是转移国内矛盾 我经济危机又怎么了 对吧 但是就像是当年 小布什 遇到那个911 结果他本来那个人气 支持他的人已经很少了 民调显示 他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十几 比之前所有总统都要低 那个民众们的满意度 都希望他赶快就赶紧走人 但是911之后 民意大涨 就是转移国内矛盾 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所以现在拜登 他的支持率 其实也跌了很多了 现在如果说是 有俄罗斯在这惹事 战火又超不到自己 但是呢 自己如果显示出一些 强硬的态度 国内的支持率 又可以提升 对吧 就这么两个好处 就导致他愿意鼓动 乌克兰去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乌克兰的总统 泽连斯基他 有什么胆量 说是去俄罗斯 他新闻都有报出来 说是他在前几天的时候 就已经打电话 叫他的助理安排 他的子女家人 出国避难去了 那个录音是报出来的 大家可以去搜一搜 泽连斯基 如果真的打起来 像是他这个总统之位 能不能保住 很是个问题 有人说建议 乌克兰现在最好的应对是什么 乌克兰现在最好的应对 就是让泽连斯基下台 然后以一个 乌克兰委员会的一个身份 去和俄罗斯和谈 然后承认那两个国家的独立 对吧 那两个共和国的独立 是这样一个方式 这样才能平息俄罗斯的怒火 虽然我们也不知道 俄罗斯怒火从何而来 但是对于泽连斯基而言 他本身是没有任何收益的 对吧 不打仗还好 对吧 我平时我忍让一点也没关系 但是一打仗 我绝对吃亏 乌克兰绝对吃亏 小国夹在两个大国的博弈之间 受伤的永远只有他 他清楚这个东西 但是他又不得不去挑唆 和这个去惹这个俄罗斯 对吧 这个乌克兰确实是做了这样的事情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个 那两个共和国叫什么 我不知道那个名字 那个名字好像很难记 他确实是在这之前 就在冬奥会的时候 打了这样一个地方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虽然打了 但是也没有造成多大伤亡 但是确实打了 确实是惹了一些事 对吧 这个背后一定是有美国支持的 反正我意思是这个 现在我们中国 最需要的是和平发展的契机 他惹中国惹不动 他就只能找俄罗斯 我们刚刚说了 一个是让资金回到美国 一个是转移矛盾 让民意提升 对吧 就这两点 所以他要这样子去做 那乌克兰就成了这一把枪 他就要和俄罗斯搞事情 我觉得俄罗斯是一个好兄弟 如果以后中国真的 GDP低了 一定不要忘记俄罗斯好兄弟 我觉得从现在开始的 之后很多年以内 美国人会更加忌惮 忌惮这个俄罗斯的存在 他们会觉得这个东西更是不爽 这个东西能够为我们国家 争取到非常非常宝贵的 发育的时间 就是这个东西 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宝贵 以后我们 我们这个俄罗斯的所有的经济 加起来好像还没有江苏 一个省多 但是它所起得到的这个作用 绝对比那点GDP 绝对比一个江苏省 的作用大很多很多 是这么回事 这个女神很漂亮是吧 这不漂亮的话 你怎么愿意充钱 对吧 是不是这么回事 那凭什么让我们 今天晚上充16万 是不是 对吧 经济落后先发育 是的 等以后我们能超过 美国两倍GDP 就真的牛掰了 给你们看一个东西 各位 冰敦敦 如果拖到这个胶壳 里面是什么样的样子 你们想不想知道 这个东西 我今天不是来给你们种草的 你看这个确实很可爱 这个各种设计 很可爱 很Q 但是我今天是来给你们 拔草的 拔草 把这个草给拔走 对吧 来看一下这个冰敦敦 拖了壳 是这个样子 是这个样子 你看都多拖 一点都不好看 是吧 你们还会喜欢冰敦敦吗 对吧 如果你身边的人 比如说你女朋友说 我也想要冰敦敦 把这个给他看 对吧 他看了以后就没有感觉 他就不想要这个玩意了 对吧 朋友的孩子想要这个 好 给他看一下这个 小朋友也不想要了 多丑啊 所以以后你们 看到冰敦敦 就要想到这幅图 这样的话 你就能减赦很多钱 是不是 我只来给你们拔草的 没有问题 这不太合适吧 是吧 可以这样装 挺好的 记住啊 这耳朵也是有的 但就是头发没有了 这也启迪了我们各位 这工作虽然重要 虽然要紧啊 但是 注意保养头发 早点休息 不要睡太晚 对吧 把你的头发保住了 不然你和他一样丑 就太难受了 人家熊没有壳 你的熊连壳都没有 你还叫冰敦敦呢 你还有金的 你还有金的 OK可以的 看以后更想要 那样装别给孩子下坏了 如果你也想要 然后你的孩子也想要 那怎么办 把那个壳给去了 然后把里面的熊送给他 然后小孩子去看 哇操 我真不喜欢他 还给你吧 我不要了 然后你再自己裱起来 再把那个套装上去 自己留着就好了 我昨天看到一个东西 写的非常的棒 有一些观点 是这样认为的 中国之后的发展速度 会怎么样 还能和以前一样快吗 对吧 我们都知道 这个是现在由于经济下行 加这个疫情的 这个双重debuff的存在 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的速度 也下降了不少 那以后怎么看 你们觉得以后怎么看呢 今年GDP增长是多少 去年好像是8%吧 有些人就认为 中国可能从现在开始 就要进入一个经济的 慢增长的阶段 增长得非常慢了 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 因为有一些前车之间 比如说德国 还有日本 特别是日本 他当年日本的GDP 一度占了美国的70% 在那之后 日本的就停滞不前了 他就发展不上去了 你们觉得我们国家 会不会遇到日本那样的瓶颈 我给你们看个图 我昨天从北京非昆明 在北京的大兴机场 看到了北京2022 官方特许商品 零售店 对吧 但是我进去里后 我说怎么没有看到冰增增 他说没有 连旗舰店都没有冰增增 所以你们现在能抢到冰增增的人 还是有点东西的 给你个赞 有人说房地产泡增要破了 在破之前会转交到别的行业 这怎么转嫁呢 他转嫁的前提是别的 那即便转嫁是成立的 那也要别的地方有泡增 对吧 难道转嫁到老王头上可以吗 对吧 转到这个直播行业可以吗 直播行业有什么泡增吗 现在主播 除了带货的主播 其他主播还是都穷的不行 你别说主播穷了 虎牙 抖鱼那样的平台 那样的直播平台 他也在走下铺路 像是这种短视频平台 他因为有视频 有带货 他还不错 但是如果那种纯做直播的 一直在走下铺路 这个直播行业 也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有人说房地产泡增破裂的话 其实会破的 大家放心 这东西破了 有人巴不得他破了 赶紧把这个房价降下来 对吧 但是破了以后 如果真的破了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是非常不好的 甚至对于那些没有房子来说 也是不行 对吧 比如说家里有积蓄的一些人 投了这个房子 算是这个房子 家里的家庭资产 还是不少的 还好几百万 如果一下子破了 很可能自己的房子 还在还着贷款 但是这个房子的残值 还没有剩下要还的贷款多 那样的话 很多人就没有斗志 没有这个奋斗的动力 然后会有很多违约的存在 违约的话 就对于银行来说是坏账 那也会打击银行 也会打击所有的制造业的行业 对吧 那这个东西 包括哪怕你没有房子 像我一样 没有我自己的房子 是个打工人 经济如果大事不好的话 对于所有人 都是不好的 国家一定不可能 让它软着陆 如果有能力的话 一定不让它软着陆 而大家都知道 咱们国家管这方面 管得非常牛逼的 所以你不用想着 这个国家房地产 泡沫会破裂 但是呢 房地产对咱们国家 最大的影响在哪 在于卖地这件事情 收入下降了很多 如果你是一家支掌 国家的一家支掌 你会发现 要花钱的地方很多 但是如果你卖地的 收入越来越少 然后房地产税 又没有开始收 那你这个钱从哪里来 对吧 那你就很可能 会很痛苦 就是你如果你真的说 这个国家 每年这些地方都要花钱 可能我没有当过家 没有当过这个家 对吧 那各种地方都要花钱 但是你收入少了 那你要怎么办 对吧 这个东西其实是 现在最恼人一点 对国家的层面来说 是这样子的 国家可以让这个泡泡不破 但是房地产带来 收入少很多 会有很大的影响 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昨天在飞机上 拍了一张图 这个碗霞很漂亮 这飞机的大引擎 这个大翅膀 就很棒 所以建议大家多坐飞机 是吧 搞出口 就用外国钱 是的 刚才我们是说 中国的经济发展 会不会像日本那样 对吧 等到咱们的GDP 有美国百分之八十的时候 我们就停滞不前 日本呢 其实有人说 它是说这个 广赏协议的这个限制 经济急转直下 被美国给坑了 但是呢 同样的事情 在德国身上 也发生过一次 那和德国也签过 美国和德国也签过 类似的协议 但是德国经济没有崩溃 没有像日本那样 有一个失去的30年 所有的原因 都在那个广赏协议里面 而是说 那个东西是一个导火索 触碰到它的那个泡沫 让它泡沫破了之后 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对于日本来说是这样子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 有一个很棒的观点 就有个经济学家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 我们不要看 我们的国家的GDP 到了美国的70也好 还是到了80也好 这东西不重要 最重要是看我们人均的情况 我们现在人均的这个收入 只有人家美国人的百分之十几 二十几 非常的少 所以我们还有 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毕竟我们这个人口教育 其实教育这方面 我们国家管 我管的是非常成功的 虽然大家都不喜欢高考 但是还是很成功的 大家的这个素养 还是很不错的 那我们也培养出了很多人 因为只有你的底层 就像踢足球一样 你底层有很多人踢足球 你上面才有一些顶尖的球员 一样的道理 就是因为高考 培养了一大堆 这个技术很大很大的这个人才 然后最上面 才有特别特别顶尖的人才 就因为 咱们这个教育 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咱们有很多 很厉害的很牛班的人物 能够在很多行业里面 打出一番天地 能够赚到很多很多钱 很多国外的人的钱 所以他是认为 我们这个人民的素养 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每个人 才挣了美国人的 20%的工资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还大有可谓 至少我们可以 涨到50% 60% 之后再谈 是不是到了这个瓶颈 也不迟 对吧 因为美国它毕竟很厉害 你不能说到百分百 它是有很多 就是领军的行业 龙头 特别是互联网企业 是在它那的 然后它的金融行业 也是很强的 收割全世界 所以这些东西 是它的 积累了上百年的优势 一扇子两扇子 破解不了 特别是它强势的美元 对吧 这些东西 就是需要时间 但我们国人的话 如果按这个想法来说 也许我们 等到美国 两倍三倍GDP的时候 才需要担心 是不是增长 会比较乏力 它是这么一个观点 我觉得这个角度 看这个问题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 今天我去打靶子 就是在十米远的地方 用那个弓去射 这个靶子 我们的目的是 把六支剑 就一组是六支剑 把六支剑全都射进去 射到这个黄圈里面 叫做收黄 都射进去 就很厉害 我上一次射剑的时候 有两组剑 差一点 就收黄了 这次有好多次 就差一点点 你看这里有支剑 这支剑就是射出去了 然后这一组的话 刚好有一支剑 在左下角 其他这个很密集 这已经很准了 但是又大意了 这组也是很可惜 这个也算近的 也算近黄圈 但是这个差一点点 只要他把这个黑边打到 其实也算 但是就是差了一丝丝 打到这个黑边 也是差一点收黄 然后这个 左边有两支 收歪一点 他这个当时是力气不够了 会往下偏 而且瞄的时候 瞄的不太对 可能是这个姿势 拉的拉伸幅度不太够 就有点偏 就每次能保持 要保持一定的姿势才行 这个都是往左边偏的 如果往右上角挪一挪就好了 然后这个 这几把贼器 我看这五支剑 都中了 都在这个黄圈 这个也算黄的 这个打到这个线就算 但是最后一支剑 我特别开心 然后我就 哎呀 这就太激动了 然后那时候心里 心境就大乱 然后就打到这边了 极可惜 这也是 这两支差了一点 打八分 这个蓝色的是六 这个是七 这是八 这九 这是十 然后这个里面 还有一小个圆圈 这可能看不太清楚 是一个叉 那个也算十分 不过喜欢叫他叉 然后这是 第十六七组的时候 终于 全部都收黄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手 这已经磨出这个样子出来了 这其实 也会磨到 哇 然后我又另外一支手啊 这个 搬那个工的时候 那个地方啊 都出了这个老件了 反正呢 今天在射箭队上面 取得一个很棒的一个进步 非常的好 我朋友圈有很多人嘛 也有在俄罗斯的大佬 这个是杜江 杜江他就是在俄罗斯的 他说 既然开始了 咱们就只能期待 早打早完事 给大家看一下他这个视频 这个战机 从居民区路过的这个声音 是不是很牛班 这是他们自己拍的 就是真实发生在俄罗斯的 现在真实发生翻山的事情 这还可以看到一个图 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问题 举行了紧急会议 秘书长古特雷斯要求普京 变成了中国两亿股民 要求普京不要出品 给回本一个机会 问俄罗斯 你打算打多久 他说十 问十个小时 还是十天 他说九 打的是真的快 一下子这个国民会队 司令部就被摧毁了 有可能是什么东西 有可能是 但是后来乌克兰说 不承认这个司令部被摧毁 对吧 你这个还没有全面失败 我跟你们说 事实有可能是 他们被摧毁了 但是 他们立刻又搞了一个新的 对吧 就比如说美国的 如果总统意外遇刺 立刻就有一个新的总统出来 对吧 那就是他的副总统 然后副总统如果立刻死掉的话 那还有这个叹议院的议长 也可以执行这个总统的 职位 只要宣示 立刻宣示 然后就可以立刻就职 这如果发生意外是这样 他们肯定 我认为 我虽然不清楚 但是我猜想可能是这样子 就是说 俄罗斯把他原本公认的 司令部给摧毁了 但是乌克兰不能认出 他就 只能说没有被摧毁 然后他就立刻指派了一个别的地方 作为卫队指挥部的临时场所 我是这样想的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事情 这个真相 可能就是说两边说的都是对的 但是有可能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存在 导致他们得要站在不同的立场去向说 乌克兰打仗了 加上了你们别被骗了 被骗去乌克兰 对吧 然后还什么日薪两万是吧 这个就有点过分了 有人说乌克兰去找联合国 要求取消俄罗斯的常任理事国的位置 他们就说 俄罗斯说堂下何人物告本官 但是有一个东西 我觉得我确实没有懂 我确实不懂 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让我了解一下 大国是有一个一票否则权的 但是他说是对程序性原则性的事情适用 对于具体的议案是不适用的 比如说中国重返联合国 美英等国是没有一票否则权的 对吧 这个东西确实是对的 是发生过的 我之前以为一票否则权是可以否则一切 但是有的提议 这种议案之类的可能是不适用的 这个我没有弄明白 反正就是说 现在我认识到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也不是万能的 然后我今天是和小姐姐说了一下 这个去长沙的事情 因为我和其老板说的是 我们4月20号前后去他那 我这里的这些东西收拾收拾 把该做的事情先告一段落 之后比如说射箭这个事情 我认为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 因为又是我的一个探索 然后我顺便这段时间也想想 我们这个直播要怎么样去改版 不能说是只有游戏 也不能说只有陡罗 只有游戏都不行 可能除了陡罗以后 我们还会玩一些其他各种各样的游戏 但是除了游戏以外 也要搞一些特别精彩的东西 到时候我们发这短视频 才能呱呱呱涨粉 昨天我看到一个东西 让我对于张艺谋 有了一些新的了解 下面我们来讲一个新的东西 我们来讲张艺谋 大家都清楚他对吧 都知道他 都知道他是老毛子 但是他本身的经历 特别的传奇 为什么特别传奇 他初二就辍学了 当时是辍学下乡 当知青 21岁调回咸阳市 当这个袜子厂的这个车间的工人 没有受过任何的美术的训练 没有受过任何的摄影的训练 也不能脱离工作岗位 对吧 去学习和培训 更不要说要攒一个钱 去买这个相机了 当时的相机是非常贵的 在七几年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贵 那么你是老毛子 你要如何破局 你要怎么样 在绝路中刷出一条 属于自己的路 怎么样 从一个普通的工人 袜子厂的普通工人 屁都不会学 就只有初中的一个知识水平 怎么样去当一个大导演 各位 这个东西 当时我越看越有兴趣 我就觉得人家很厉害 那么大家都知道 这个老毛子 在做电影导演之前 首先他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 这个是很牛掰的 那我们就以这个为目标 你要怎么样实现 找个富婆就行了 是吧 重申系统 重开一个号 这个号怎么就废了 是吧 有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张艺谋 用卖学的钱 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台相机 这样子 但是张艺谋 他当时没有说是卖学 而是叫做献学补助 但是不管怎么样说 献学补助 也是说献了自己的学 然后给一些补助 那个东西不叫卖 那个就像是 我给你这个什么纪念品 一个道具 我给你一点点营养补贴 对吧 不是说按照市场价去卖学 市场价卖学 肯定就不是那个价了 它就是一个营养品的费用 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叫做一个补助 那1974年的时候 那时候还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张艺谋就用攒了三年的工资 从71年开始攒 加上陷了三年的血 一共花了186块6 买了一台相机 对吧 我的爱好就是这个 我就喜欢这个 我就是要试一试 我要去网机方面去靠 对吧 那他就攒了三年 买了一台相机 但是那个时代 这个胶卷 需要的吧 不像现在 就都是数码相机了 当时需要的是胶卷 但是那个胶卷的话 很贵 一个胶卷要1块8 一共是有12张底片 那就说 我拍一张照片 成本是一毛五 但是你想想 我们拿个计算器出来 三年的工资 36个月吧 186块 除以36 一个月 加上献血的钱 一个月的工资 省支援的工资 加上献血的钱 也才5块一毛六 但是如果说除了 按照这个 1块8 一卷胶卷 然后能拍 12张照片来算 一张照片成本是1.5 现在我有个新的感觉 就说这个 因为我这两天 去看了一个 很多很多主播 他们去怎么样直播之类的 我发现有个问题 老哥是认为 这个讨礼物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过程 所以西老哥是觉得 我直播最应该 把这个要礼物的 这个过程 丰富起来 精彩起来 大家才愿意送礼物 但是我发现 就是说如果 就围绕着这个礼物 去感谢 感谢 怎么样搞出一些花 其实也不太好 就是说有一种那种 江泰公调 于愿者上空的心态 你愿意送我就送 不送也没关系 也愿意你来听 对吧 最好不要耽误那个时间 一会儿又送一个礼物 然后再感谢一下 一会儿又感谢一下 搞得像片礼物一样 你可能听了就不开心了 比水时间还糟糕 我是这么想法 所以以后 如果老哥不在的话 我可能就不怎么要礼物 我是这么一个想法 所以刚才说的 这是除一点五错了 这应该是除以0.15 这要再乘一个十 他一个月的工资 这样卖水的钱 只能拍34张的照片 但是除了拍照片以外 还有一些钱 他们需要去那个暗房 用一些特殊的化学药品 去把那个胶片给洗出来的 是这么回事 所以你不能只算 那个胶片的钱 还有各种化学品的钱 所以他一个月 连30张照片都拍不了 但就是这样 他最后就能把 这个照片的技术 学得很好 那是怎么样学的 是因为他抓住了 各种各样的机会 他是一个普通的车间工人 但是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 车间是不是要去照相 对吧 车间本来可能没有照相的 但是老毛子说 我有这个相机 我可以给你拍一拍 你们想不想拍 想 那大家都说想 那怎么办 那这个车间主任 就帮忙要一点这个预算 争取的预算也不多 但是呢 这个预算给老毛子 老毛子再去买一些便宜点 比如去这个拼多多 买一些廉价的胶片 底片 然后再买一些 就是便宜的东西 他就能省出一些材料 给自己来 也不是说 他们 因为也不好 因为领导也不是说 直接给你一笔钱 让自己去买 他们那时候计划行行都说 领导 去要一点这个胶片 要点这个什么 或者说化合物 我不知道怎么样 描述这个东西 反正就是说 要一些材料给老毛子 老毛子从不便 省了一些出来 是这样子 老毛子传奇人生 明天我再跟他们讲一讲 他后面还有很多 传奇的经理 他甚至是写着封信 给当时的教育局的局长 这里能进了各位 咱们都讲了55分钟了 终于能进了 nice 舒服